数位信号与类比信号 我们知道电脑的周边设备分为输入跟输出 那输入跟输出里面 我们大致上又可以分为数位信号跟类比信号 那这两个之间的差异是什么 首先数位信号 按照教育百科上面的解释 那我们平常也是在讲说数位信号 基本上就是0跟1所组成的一个信号 所以我们常说电脑是二进位的一个运算模式 也就是在这里 他所有信号都把它转成0跟1来去处理 这就是数位信号 那在microbit里面什么是数位信号 比方说我们要让某一个灯亮 这个是数位信号 我们要让某一个灯亮 这一颗灯亮 亮它是1 off是0 所以1跟0 这个是数位信号 那什么是类比信号 那我们在输入里面 比方说我们光线的值 那我们请它显示数字 好这光线的值塞进来的时候 好这是 它不是1跟0了 它是一连串的数字 这个就是类比信号 好这是类比信号 数位信号0跟1 类比信号有它的值 那在不同的感应器 看它采用的是数位信号还是类比信号 好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LED灯 那它是输入还是输出 它会亮 是把电压送到LED灯去 所以它是输出 那它是什么信号 如果灯亮 锡它就是可以采用数位信号来处理 好那 音效呢 我们要让喇叭去作动 所以一样要把声音output出去 就是输出 输出通常我们的喇叭 最终它是要走类比信号 因为喇叭有正幅 正幅它有大小 它不是有正跟没有正 好那通常我们的喇叭最后是走类比信号 可是 现在的喇叭有人说我是数位输出啊 我们下一章节会讲到 这个 所谓数位跟类比中间还有一个 所谓的PWM的感应器 那我们先讲数位信号跟类比信号 好那在输入里面 这些按钮呢 开跟关 所以按钮是什么 数位信号 脚位呢 通常也是数位信号 有通没通 除非你的脚位要做类比输入 好就有可能 好再来 加速器的感应值 注意哦这感应值所以怎么样 它有强度有什么 这应该是类比信号 好这应该是类比信号 它才会有直的出现 光线也是类比信号 方位也是类比信号 温度也是类比信号 实际上我们日常生活中 类比信号用的蛮多的 那数位信号也有 那有人说那数位的不是比较好吗 是数位的是比较好保存一些值 因为类比信号会有所谓衰减问题 那数位它不是0就是1 可是数位只有0跟1又如何表现出它的多样性 那我们在下一章节会讲到说 那我们如何用数位转类比 或者类比转数位的一个方式 那我们要了解说感应器的部分 我们就是有分什么数位信号 类比信号 另外一个就是数位转类比 或者类比转数位 它们有所谓的PWM的一个不同的类别 那看它是要输入还是输出 那各种开放硬体就是这样子在运作的 请求您放下了 1换 3换 3换 感谢观看